比較型格的喇叭牛仔褲 我現在穿的是淺藍色 它的貓梳洗水紋理是比較突出的效果 它的Cutting也是玩款的設計 正常的側骨位是一直垂落到腳眼的位置 你會見到它是向前傾向盤骨前向多一點 一直向前腳掌的位置延伸 做一個斜咳的線條 正向盤望都會看到側骨位的效果 整個Cutting都是闊褲管為主 它是喇叭Cut的狀態 它的大腿、臀部位都是比較寬鬆的 打側一點看 你會見到微微的線條 但不算很貼 應該這麼說它是不貼的 有微微的線條 因為始終是喇叭褲 觀感上是比較女性的 但這個它也要平衡 以一個比較寬鬆的Cutting為主 所以它是有一點弧度線條 不算是很… 男友褲 這個你會見到是很寬 但它一點都不是男友褲的Cutting 在Hip的部分 微微的線條 有一點女性的觀感 但它是不貼Hip的狀態 也是從寬鬆為主 整個Cutting都是寬鬆的 有一個很型格的線條 褲腳位就是做梳梳爛爛的效果 我現在就各自搭配了 一邊是波鞋、一邊是紳士鞋 我也是一米五八 我現在穿比較厚底的波鞋 就會帶得比較漂亮的狀態 不建議穿比較扁身的抗試款 穿比較厚底的波鞋 就是比較推介的穿搭 布料沒有彈性 後腹是半丈筋腰 我現在穿的是小馬 另外中大加大一共四個馬 洗水造工 也是有復古感為主 有一點復古感 它也配襯了 復古黃色的鳴線 這些折駁位當然也有些 洗水的造工 也是蠻出色的 因為另外那個冰藍色 就會對比到沒有那麼大 這個會比較明顯